各位同学好,我是燕秋老师 谢谢昨天FB贴文的回响 早上老师看了说将近300人 所以我今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呢,开始录一下教学影片 那昨天的发文里面啊 我有写到,就是有放到一个影片 那影片的话是人走过去的时候 身体的走过去的地方 它会换成另外一个场景 那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要学会这个功能的话 首先你要先知道一个概念 它这个工具呢 它其实是威力导演里面的一个工具 加两个,应该是两个工具啦 它的功能叫做遮罩 遮罩设计师 那遮罩设计师的意思是指 我在影像制作的时候 我的画面可以被局部呈现 例如说我如果拿一个杯子 然后我杯子的地方 我要把这个杯子换成另外一个影像的话 那它其实就跟遮罩有关 或者是说老师的人 我的人的周围要变成圆形的 那它也是遮罩 所以我们要先懂遮罩 当你懂了遮罩后 我才可以再加其他概念进来 让你知道说 人走过去移动这个观念怎么做 所以我们会有 大概二到三支片吧 都会来解释这个观念 我们先讲一下 那首先我们先认识遮罩 先认识遮罩 遮罩设计师的话呢 例如说来 老师现在放了一个影片或是照片都行 那我现在放了一张照片 好 把它拉满哦 好 我在这个照片里头 老师如果让它显示的时候 是圆圈圈 局部的方式来显示 好 那我们要到旁边的地方呢 有一个功能叫工具 工具 工具里头有一个叫遮罩设计师 好 老师今天版本是 威力导演19 也就是O3 不是 威力导演365 好 就365的版本 那365版本的话呢 你用遮罩设计师就会找得到这个工具 如果你比较旧的版本 我记得在上面你可能要找一下遮罩功能 那从17还是18开始后 都全部都是在遮罩设计师了 好 来我们点一下遮罩设计师进来 好 进到遮罩设计师里头后呢 好 首先你要先有观念是 旁边这一大块都是遮罩 现有的遮罩 现有的遮罩 我帮你做好的遮罩框 好 那你就把这个遮罩框带进来就好 所以知道框记得哦 白色是留下来的物件 然后旁边的这种棋盘格是透明的意思 所以我先点选这一个白色 它就套上来了 好 那在遮罩内 可以去调整遮罩要显示的范围以及尺寸 在这里面先调好范围 调好范围之后呢 当我们离开后 来确定咯 右下角确定 在画面呈现的时候 才能够去调放大跟缩小 你的照片或影片 听懂哦 在里面调的是它的显示范围 在外面调的是它的大小 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呢 老师就可以调整 好 来 不好意思 我按到放大 点它之后缩小 我就可以去调整 我显示的这个物件的大小 好 那遮罩做出来之后 它旁边黑色不是黑色 它其实就是透明啦 只是因为如果你没有放任何的物件 它就是黑色 这时候你可以搭色板 或搭其他的元件 例如说老师点色板 好 那色板的话记得 越下显示越高 除非你有改它的设定 要不然一般预设是越下显示越高 所以这时候老师把一个物件的 随便拉一个哦 我们随便拿一个颜色拉下来 好 拉下来之后 它就会这样重叠重现 所以这个观念叫做遮罩 好吧 先懂遮罩 遮罩 好 那这个遮罩如果听了懂之后呢 来 我们在威力导演19的版本里 让遮罩再做更强化 所以多了一个新的功能叫线性的 就是平行遮罩 好 平行 这个在手机版也有哦 iOS或Android都支援 就是威力导演的APP版本 我发现它其实也有放遮罩进去 还蛮特别 免费就可以用了哦 好 那这个遮罩的话是什么呢 来 我们一样快养一下进去哦 进去下方的这张图片后 我们看一下左侧 好 你把功能先关掉 对不起 老师宽两下了 那是子母画面 到工具的遮罩设计师 工具的遮罩设计师 进来之后啊 你们往上看 来 这是新的 线性遮罩是这个 这是新的 所以这线性遮罩是这样会动的 你可以调整你的范围 好 那线性遮罩在使用上 如果它是影片 好 那我们先取消一下 我拉个影片进来哦 好 如果它在使用上头啊 是一个影片的话 它那个效果其实会更好 来 我们回到媒体内容 那 诶 好 这影片 我想说我怎么没有影片 我们看一下这影片会动的哦 好 来 把它拉下来 好 拉下来呈现的时候 我们到工具的 好 遮罩设计师 进来之后呢 同学可以看一下 老师把它往上拉 好 这边就会有线性遮罩 你可以去遮住你要的范围 好 来 确定咯 或者直接预览好了 来 预览 你会发现它就是中间的那个区块 会看得到 这叫线性遮罩 所以遮罩的范围 它就可以是线性型的 那是新功能 所以你可以这样点选 它可以拉成上下 上下或左右 这个旋转你就可以自己这样转 可以去旋转成不同的方向 不同方向跟它的位置 通通可以调整 所以这叫线性遮罩 线性遮罩 好 来 所以先懂 遮罩的逻辑就是物件叠上去 好吧 先叠上去 所以你要先会遮罩 好 那会遮罩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另外一种跟 遮罩更厉害的应用 叫做选取范围 好吧 选取范围 好 那选取范围是什么呢 来 老师先取消 选取范围的话 老师用这个例子来带一下下 遮罩的选取范围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所谓的选取范围就像你看这个例子 它下方是一个影片 这也是一个影片 那这两个影片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上方这一段影片老师用的是这一颗 选取范围 也就是类似钢笔工具 我可以在上面画我想要显示的任何的范围 然后再搭配着揉边的效果 好 那这个工具的话不好意思哦 威力导演19 威力导演365 创意导演家族365 这三个版本才支援 好 如果你是18就真的不支援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例子哦 好 第三种 对 我们把这个放进来 这是一张照片 好 是找类似咖啡杯的照片 好 然后有这张照片之后啊 我们刚才的那一个人物哦 这个人物老师把它拉下来 老师希望这个人物能够在上面 好 首先第一件事我会先把它缩小 因为它不会那么大嘛 我先缩小移到杯子上头 杯圆上 我希望它的人的地方可以尽量在杯子里头 好 但是你要涵盖住杯子哦 好 要涵盖住 好 再来第二个呢 你点了影片后 到工具的遮罩设计师 进到遮罩设计师里头后呢 我就可以用到旁边的这一颗叫做选取遮罩 这个你要自己用钢笔拉的 好 点它 好 过来之后你看 老师现在有点透明度有没有 是因为我的遮罩的在显示的时候 它是有点透明的 因为它要让你看得到范围在哪边哦 好 这时候你可以这样点 你看老师有画线 点 点 点 它很像曲线 但是它不是按住的时候有曲线框 你先把范围点出来 范围点出来之后呢 游标移到点点上 这个点点上头 你会发现可以移动点点 好 再来移动点点的时候 它会出现 不好意思 我放大哦 它会出现左右的这个时薪节点 这个我称之为平衡感 就是它的那个感子哦 它那个感子可以干嘛呢 可以拉动 你对到感子哦 它可以拉动 它可以让它变成弧度 左边跟右边的线段本来是直线点 它会变成是曲线 好 那你在拉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 已经会看不太清楚哦 右上角的适当大小可以放大或缩小 你可以放大或缩小 我放大哦 好 然后这个就往上拉 好 甚至于这个箭头往下 这个也把时间轴关掉 等会再开就好 关起来 打开的话记得哦 同一颗哦 好 就可以再把它打开 我先把我关起来比较大 好 过来一点点 这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 好 每一个节点你就可以这样拉动 好 来点这个节点拉动 每一个点点都有左右点 它只是在画的时候没有哦 画完之后啊 它就会有点点了 所以它控制左右的波形 对 大概抓就好 大概抓就好 来 那大概抓完之后你播放的时候 你看 它就会在里面游了 可是它那个边边有个丑的 好 所以来停止哦 停止之后呢 我们到旁边去看一下 旁边的地方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语化 语化半径 看到没 语化半径 你要让它融合在咖啡杯的感觉 好像是在咖啡里面游泳 语化半径 那除了语化半径之外呢 好 我们再往下滑 你要停止才能设定哦 停止才能设定 好 把遮照属性关起来 它这里有个物件设定 你把它打开 好 物件设定打开之后呢 我们 我看一下 为什么它不理我 好啦 这边 五花半径就好 那如果你找到它透明度 可以再调透明度 对不起 透明度是在子母画面 透明度在子母画面 物件的透明度在子母画面 OK咯 做完咯 确定 你看这个影片就会很好玩 这样 这就是选取遮照 那这应用情境其实很广泛哦 你可以放你们公司的DM 就是例如说我在 我在那个 做影片的时候放公司的DM 产品的DM 然后产品DM里面的某一个洞 你可以挖洞 然后放入的是 你的就是介绍的影片等等 它的形状可以不规则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好 就是一种 不同的情境的应用 好 所以你先把 遮照学好 遮照先学好 遮照会用了后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再做更多变化 然后遮照这一段啊 曾经有个学生问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一个人 他在就是 人固定的时候后面有字这样跑过去 在影像之后 可以啊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也就是遮照啦 但是你人先不要动 比如说这样这样 好 老师前面几秒是不是停住不动 好 这时候我就可以用遮照 来 但他会动的话就要加keyframe哦 好 来 例如说我先用遮照设计师 这学生问的问题 好 那如果我现在在遮照设计师里头 我把我的人选起来 所以用这一颗选取遮照 好 老师大方向选哦 这样点 我先把我的人选起来 不好意思哦 很丑哦 忍耐一下 好 因为我们时间的问题哦 老师先快速选起来 好 你看我现在把人选起来之后 好 那就OK咯 然后你可以再微调 点一下点点后 对 点一下点点后微调先 对 可以再微调他停止 我先停止哦 停止才能微调 好 然后我们就选节点后 再去调 啊 对不起 老师没有给他连回去啦 记得要把它密闭区域 密闭区域 密闭区域 来 点这里后啊 你看 他就可以这样调整 好吧 我先这样 好 来 确定 确定之后老师的人是镂空的 我现在人是镂空的哦 但是呢 我同一段影片 再放一次 知道我意思吗 老师把这一段先放下来 好 我同一段影片再放一次 它会营造出两个重叠的效果 那这时候呢 我把第三轨拖进去 好 然后我们加T文字工具 好 比如说老师把字拉进来 好 我打字咯 你看字在前面后面都会出现 好 这边可以打字 比如说 好 假设这样哦 你看哦 老师把字设定好 好 移动 好 新版它其实已经也可以在字这边 就是在右上角直接调整了 但是你如果有格式设定 你还是要快按两下 还是要快按两下 好 快按两下进来后啊 我们看左边 左边这边老师如果改字型 不好意思哦 那因为现在编辑区它的字型一定是 编辑区的关系字一定在上方啦 好 那我给它个外框好了 看得到就好了 来 确定 当你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我的字就是这样 OK吗 这个 所以我字是在我人物的后面 但我是影像哦 是影像哦 OK 好 来 那先学会遮罩 先学会遮罩 我们等一下要再发 遮罩加关键化歌 你才能够做出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人物移动的部分的例子哦 好 来 这段到这边哦 就 stare一样 好 好 聊 好 聊 好 聊